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提醒您本期看点 你好 星期六茶餐厅开业了 何老师带着青春见其斑 数字主持人小药 恭候光临 欢迎光临 麻烦给我来杯水 来咯 两锅 面对我亮仔说不出 仔说不出口是不是 一定要两锅吗 星期六的弹宗 亮相经典复刻舞台 还有容祖儿 Trance 惊喜献胜 掀起大万轩毁地浪潮 明映高级帮我一场 星期六的邓翠文 李又翔 圆梦 那些年的艺南平 独家演技教学 谁能技高一筹 快筹 走 我叫你走啊 走 我的棍子可没一张眼睛 爹爹 爹爹 你也说话 还有嘉宾们的私房预语歌单 哪一首 才能挑动你的DNA 更有容祖儿惊喜告白 一首朋友 让你不再孤单 二十二年前 我跟你们说 就当来自己家 我们成为了彼此的家人 未来我们也会一起看着彼此 陪着你走 因为 是朋友呀 羡慕这样的游戏 你好 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嗨 看看菜单 请不吝点赞 希望未尽 就闷到多分宵 感受清静 让我来拍摄幸福的传单 浮宫海兽比南山 一起拼搏不能再等等 万事如意才远滚滚 欢迎光临到茶餐的处逐 听到酬气是我对你的祝福 到底是谁在敲我家门 打起大力 财神都 财神都 好生的好保 财神我 财神我 万情你停留 财神都 财神都 好生快两步 得到去看起你 你有情谋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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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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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财神都 财神都 好生快两步 得到去看起你 你有情谋 大力振振 曼财神都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大家星期六好 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先锋 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刚才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开场的表演 可能马上就去翻了一下日历 以为过年了 对 今天呢 其实不是过年 但是为什么要唱这么喜庆的歌曲呢 因为今天是我们 一好星期六 茶餐厅开张的好日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呢 就是这个茶餐厅的何老板 这一位呢 就是茶餐厅的 蔡老板 我总算是老板吗 还有了 这是我们的常客 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来 大家好 我是秦萧嫌 大家好 我是王克蒂 我是布莱吉 大家好 我是青春见习班的冯喜 我是青春见习班的崔磊 大家好 我是青春见习班的袁帅 大家知道呢 其实茶餐厅啊 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它也可以说是 大湾区的一个特色 是的 而且呢 我相信呢 大家不但可以在这里 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 也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之外 在这里找到最浓的人情味 和最熟悉的那种感觉 对 你是不是非常熟悉茶餐厅 我非常熟悉 因为我是从小就很喜欢 去茶餐厅 因为我家人就是很忙嘛 那时候 所以呢 我就要自己 就如果我不做饭 我就要去茶餐厅买饭盒了 我相信呢 这个茶餐厅呢 其实是让很多人 这个寄托了很多感情在里面的 那其实我们茶餐厅呢 还有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迎宾员 下面呢就要邀请我们的小鸭 欢迎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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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喜欢小鸭 又见面了 要见到你了小鸭 我今天呢也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就是我们茶餐厅的迎宾员 而且 而且我做了准备哦 做了什么准备 我学了那个迎宾的话语 哦 来说说看 欢迎光丽 首先我要表扬一下小鸭 认真做准备的这个态度 对不对 欢迎光丽 但是这好像 Ada是不是都不太是茶餐厅的迎宾员会说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她们就比较随意一点的 是不是 小鸭我们跟蔡双芬姐姐学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你就学一下哈 就是如果有人说 美女给我倒杯水 喂 奶奶杯杯水我 你要怎么说 我叫你了哈 好的 哎呀 俊仔 等等哈 好快 哎呀 俊仔 等等哈 好快 哦 诶 她 学得挺好的 很好 但是唯一就是等等哈 那个哈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一点 其实呢 茶餐厅的人呢 她没有那么温柔体贴的 她们就是比较好像一家人说话这样子 哦 不会那么客气 对啊 比较随意一点 是不是 等等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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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样 嗯 你敢不敢让大家看到 你平时最放松 最随意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嗯 就这样子 超酷的 我放松的时候非常的酷 不是 那如果客人要走 我们要说什么 走过去吧 我这么随意啊 对啊 好 小样 现在比如说我是一位客人 嗯 我们现在来一套全套的服务 好不好 好 哎 麻烦给我来杯水啊 来咯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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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聪明了 小样 怎么面对 面对我 亮仔说不出 仔说不出口 是不是 一定要两个吗 然后现在我已经吃完了 好不好 我吃完了 来 麻烦 那这是我的那个餐费 给你了 给钱咯 不是给钱 我给过来啦 你要说多谢啦 是不是 多谢 好 这是我的钱 来 给你啦 多谢啊 好 不客气 那我走了 下次再来啊 对啊 哈哈哈哈 散装月鱼 就是散装月鱼 嗯 那最后我们跟小样一起 那个请 Ada给我们教一句吉祥话 好不好 好 先小样来学 听清楚了 小样哈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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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发财 历史到来 心想事成 万事与身体健康 什么 啥 说得太快了 真的 真的 简单一点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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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想要我们一起跟观众说 预备 起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好 好 那我们小样准备待会儿精彩的表演了 谢谢小样 谢谢小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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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们茶餐厅第一天开张呢 我们已经接到了好几个朋友的电话 说要来我们这里打卡了 那他们想要试试我们的美食 到底是不是正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布瑞吉跟弟弟王赫蒂 为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星期六茶餐厅 第一位打卡的朋友 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就是 接下来当我们欢迎松云 一起找寻那些经典回忆 190代演技我最终意 岳舞都能超出几成功力 副歌超有时尚 一起来光光 牛仔裤 白线山 还有大波浪 握水贴着多少的海报珍藏 每每时将路上 她正在路上 掌声有请谭松云 谭松云 谭松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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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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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那风是我 愿那雨是我 流地飞化是我 对早灯过 做过失脱的我 不理世界说我是何 只要做过真我 再笑声里道过 两管他光滑过 对早灯过 磨记一次阴过 风里雨里也快和伤心的过 从错过真地我 愿那家的我 半生为何 面后最最后面 面后最最右面 欺求什么 从错过真地我 愿那家的我 笑之夜 心情有所 心情有所 谁是我 我是谁 梦为你 我是谁 更加好过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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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开始了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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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rwszy 已知世帮至他珍贵 你已有衣柜 负了你从爱 只眉梦永远 沉与心底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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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带起你的位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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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带起你的位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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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带起你的位 M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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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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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你是作词国总裁 誰也好 你来吗 帆宋cia 晏宁 广东话的歌这么的入神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听粤语歌很多 还看港剧 我明白 你们刚才在表演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研究 旁边的同学演的是什么 然后转身就看到 弟弟已经开始变杨过了 你看他胳膊 然后他们一直没有弄清楚 趴在前面那个课桌上 那个同学是干嘛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跟Ada说 我说那不就是那只雕吗 哇 其实我刚刚看到这个宿舍 这个卧室的场景 也特别地眼熟 我们进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欢迎参观 第一次进女孩子的房间 看到松松的这个表演 我想给你在这里拍一张照 好不好 好 对 三 二 一 真的你看这拍得太好看了吧 Vivo S12系列手机确实全面出色 拍得太有氛围感了 这复古氛围满分 绝对是的 现在进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发现有一个这个 是我们一家五口的照片 这个一下就对李尖尖一家人 对不对 对 Bradie 这个是那个我rap的启蒙 徐冠杰老师 这个也是我rap的启蒙 怎么说呢 徐冠杰老师最开始的时候 也是用粤语 那其实我的音乐里边 也用方言在说唱 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 徐冠杰老师是对我 影响很深的一个前辈了 那个我看到这里还有这个 《下一站天后》的这个蝶片 这个是我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租影蝶看嘛 然后《下一站天后》这个电影 是我第一个买的 买了一张蝶片 要买的话说明是真心的喜欢 就可以珍藏 然后可以不停地看 是的 而且那个歌大家是不是也非常地熟悉 对 《下一站天后》 《下一站天后》对不对 怎么唱来的 副歌怎么唱 谁谁有天海割窗 谁有欲窗 看不看到现场 仍然同时 把握一场 希望我得及我唱 还是勉强 台前如何不良 难约约约最爱在耳边 帝星温柔地唱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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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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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TWINS 欢迎我们的荣泽 欢迎我们的荣泽 你好 你好 吓到了 吓到了 很惊艳 我 我先以为他们尖叫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的歌声在尖叫 我也是 我也是这么愚蚓 其实我看到最惊讶的事情 小鲜 你回头 头皮刷就麻了 就不行了 我本身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你们突然在身后唱起这首歌 观众在欢呼的时候 我回头一看 我跟那个小琴 那个状态一模一样 头皮一下就麻了 我们从昨天彩排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满 我们也很用心地制造这个惊喜 但这个看到你们的表情 我觉得好幸福 很满足 值了 值了 今天这个惊喜 其实呢 最开心的是松松 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好不好 当时在里面就觉得 阿萨特别的可爱 还有里面有唱那个《下一站天后》 就是又有演又有唱 让我觉得很整体观影效果特别好 又很励志 明白 其实那个片子是一个 让观众非常愉悦的一个作品 对不对 那我想刚刚松松他追这些剧 那其他人有没有平时看什么剧 我很喜欢《怀旧》的 所以我经常看回以前的东西 对 例如刘德华的什么 《网角》那个 《望角》 《望角》 对 《开门》 《望角开门》 对了 还有《天月有情》 《天月有情》 对啊 我所有说的你们都很有共鸣 对啊 非常有 是的 那既然大家都是追剧达人 我们现在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们会分成两队大家来答题 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是哪个作品 只要是我们的年代一定可以 好 来 今天呢我跟冯喜呢将会是两个裁判 反正呢我呢肯定是向着我们这边的 那冯喜你呢 我肯定是 因为我想在这个舞台上多留一伙 明白 你也是我们这边的 没有 没有 我如果发现 李克森要是出粮了 是这样 如果我发现对方有什么任何偏袒的地方 我就过来给你打小报告 好吧 好 来 准备了 规则非常的简单 首先第一轮叫做看海报猜电影名 好 准备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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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泽儿 你干吗 回去 往后 往后 好想自己看他 对 没事 我们腿长 我们腿长不站这一会儿 好 我 我们腿长 那待会说三二一 就大家往前冲 预备 请看第一题 不可能 预备 下一 开始 好 来 往后地 放心 弟弟猜不出来 不要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要说吗 快点 一把说 三 二 九品芝麻關 錯了 可以走了 他輸了 他沒有 因為他說是九品芝麻關 這部是我演的 我演的我怎麼不知道 那你叫什麼呢 現在那個叫蘇黑二 蘇黑一 蘇啟兒是嗎 好 正確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還原整個海報 電影就是 九品芝麻關 這麼自信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們應該給騙了 這個真的不是 因為我拍過 你拍的 你演的如煙 對 我演魚煙的 有點像 但這個真的是九品芝麻關 我們通過一張照片來 讓幫助Ada回憶一下 對 這是如煙對不對 好美啊 是這個這個 九品芝麻關 這是九品芝麻關 萬萬沒有想到 這個作品裡面有蔡超芬本人 她卻記住了答案 怎麼會這樣子呢 忘記了 沒關係 第一題 Ada姐第一題 第一題沒關係 沒關係 再來 下一題 準備 準備 來 321 321 6 5 5來 介紹就是 齊天大聖 孫悟空 殺死我了 放心 我一定會 回答正確 我是如賴佛祖玉皇大帝 觀世音菩薩指定去襲襟客派使者 花果山水連洞美猴王齊天大聖 宋空 帥到調查 準備在幹嘛 這是台詞 我是如賴佛祖玉皇大帝 觀世音菩薩指定去襲襲客派使者 花果山水連洞美猴王齊天大聖 孫悟空啊 帥到調查 來吧 我們請出當事人 阿嬤阿嬤在裡面演了對不對 對 阿嬤演的是紫薇仙子 阿嬤演的是紫蘭仙子 對 我記得 我跟張偉堅有一首歌的 阿嬤這個 現在 我愛你耶 現在 現在 我愛你耶 以再 兩在 如果你愛你 愛你 好我們動作一段快好不好 好但是不能離開凳子 不能離開凳子 來 猜手分 來 來一個人控制住猜手分 好 下一題來 請看下一題 来 预备 我们要加油 加油 三一开始 开始 好 玩个地 放心 弟弟猜不出来 不要说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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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超时了 你超时了 好 我把这个机会给宋运 好吧 给我们队友 因为他穿裙子不好抢 我不好抢 那边有个光脚的 都没说什么 好可怜 我们一起说 我们一人0.5分 好 来 一起说 三二一 东城西州 两位都回答正确 好 接下来 听歌曲前奏 猜电影名 好 来 准备 好 来 催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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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歌曲的名字叫做 《沧海一身笑》 回答正确 嗯 吵好演 《曹沪》 《离婚》 《《离婚》 《离婚》 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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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蕾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呢 因为她最前面那个前奏的那个乐器 印象太深刻了 太深了对不对 然后呢 冯醒麻烦你帮我摇一下秦肖贤 是不是还醒着 在吗 在吗 秦老师 我特别想在 为什么你 你跑得那么慢呢 对不起 是这样的 萧嫌不是快慢的问题 她没有动 她不会 所以她没有动 下一题开始 好 来 下一题开始 什么呀 下一题 下一题 好 来 来 吹蕾 下一题 下一题开始 下一题开始 好 王后帝 这样好不好 下面一题 我们来重点扶持一下 这方面的知识贫困 来 秦肖贤 你站在这上面 让你先听 好不好 你先听 老秦这样你也赢不了 我真的是好难过 老秦加油 老秦加油 来 准备音乐起 停 音乐停 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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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你说 布布已经给你做了提示 你说 第七套广播题 你回这儿 好 来 你说 射雕英雄传 回答错误 来 回答错误 好 来 你说 布布 霍元甲 回答正确 歌名叫什么 歌名吗 中华英雄 杀杀杀 弟弟来 歌名叫什么 我就想让他下雪 哈哈 好 继续往下放 好 来 我知道 你说 万里长城永不打 回答 回答正确 好棒 弟弟 万里长城永不打 万里长城永不斗 心里黄河水斗透 刚上走来 一币 吹风铃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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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电视剧叫 霍元甲 是我爸爸妈妈的年代 乖不得我们不会 老秦去哪儿了 老秦 老秦走了 好 来 准备啊 下一题 请听 好 来 准备啊 下一题 请听 这是个梯台秀节目 是吧 鸡山 鸡山 歌名叫 谁是大英雄 回答正确 句名叫做 句名叫 叫 叫黄飞鸿 不对 刚才已经播过了 破远甲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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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英雄 不对 刚才播过了 杜申 不对 放海豹的时候 放海豹的时候 响了这首歌刚才 海豹四个字的 九十八八 齐天大赦 祝福 东城西旧 东城西旧 回答正确 谁是大英雄 是同 非同 问世间有几个 却不足动 老秦站出来了 你鬼 这还不容易 真的 好累 好紧张 朋友们 这才第一个环节 要不要留点体力 差不多得了 好吧 那么呢 我们大家刚才通过这些音乐 通过这些海报 回顾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影视作品 优秀的影视作品 总是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这首歌呢 当年一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把万里长城来象征着 国人坚不可摧的精神 也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热情 我们也期待呢 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 反映我们美好生活的优秀的文艺作品 那今天呢 我们还请来了两位来自大湾区的 非常非常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呢 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 而我们的蔡绍芬 也会和他们一起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表演 下面请我们的秦潇贤 来为我们介绍下面的嘉宾 大湾区的演员即将登场 独特魅力无法阻挡 演技精湛塑造力强 经验拼搏不同幻想 小角色也有深刻印象 好的经验值得分享 站在片场闪闪发亮 陪伴观众天天成长 有请邓锤雯 李奥祥 蔡少芬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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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了不起 来 掌声给他们 哈喽 大家好 好久没见了 好开心可以来到你们的节目 好久不见 欢迎 欢迎 来 首先要们起来给他打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难得在这里 跟他见面 非常地荣幸 真的 谢谢 好 耀强哥 大家好 我是李耀祥 很高兴来到节目现场 跟大家见面 谢谢 刚才有一个瞬间 是他们三个就是 郝老师你真的不给我接受自己 因为我是觉得 最近通过很多综艺看到你们 但是事实上 我心中你一直是一个 非常好的演员 你只是也在演一个 很好的综艺人 其实你本人不是这样的 那也是的 真的 很多宣传真的不应该拿在台下 带给观众的都必须要是快乐的 对 用演员的感觉给大家打招呼 好吧 好吧 大家好 我是蔡孝芬 我好开心今天来到 你好 星期六 你好 星期六 这位演员很用心 他还学了我们的手势 而且一次就对了呢 刚才你们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秀非常用心的地方 就是大屏幕 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 一路走来的这个时光 就是很多不同时代的作品 然后呢 谭颂韵真的是每一个作品 就喊那个角色的名字 就好像是看到了朋友 亲人一样在那喊 对不对 爷亲回 真的是有一种看到你们的剧 也看到我们自己成长的这个时光 其实我知道三位呢 也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的渊源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之前有没有什么 非常有缘分的故事 其实真的 我觉得那个 很奇妙的一个缘分 就是《经济运》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是本来是找你去演的 是因为 因为他一开始说 一个宫女发生很多 很奇妙的案件在里面 有一点恐怖的 如飞那个角色 对 我就把她退掉 我就跟她说我不演了 然后我就去接了 内地一部电视剧 接完之后 那个《经济》又找我了 说改了 我说对不起 我已经接了一部戏了 我不能拍了 但是后来我看见 他们那么红 每一个都红出来了 我一点都不妒忌 因为我找到我人生中 最爱的老公 但后来呢 就是因为 那个戏红了嘛 就有很多很多的 宫廷戏找我 但是刚好就拍 《黄珠格格》 新黄珠格格 我记得 对 新黄珠格格 当时我就 我到我推了 但后来我就 我推了之后 人家马上就找他 对 是的 《王后凉凉》 就完成了 这个缘分真的 真的 你过给我 我过给你了 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广通话是 肥水不流别人田 但是我真的觉得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 代价都是不一样 但是各自各精彩 就是我拍了他那个角色 但我没有找到老公 这个就是命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翔哥做男主角 其实也有 崔文姐的介绍 是不是 不是介绍 是请求 我是请求 有机会跟他同时拍 你为什么会发现 他的光彩 因为他真的戏很好啊 他常常都是 把男一的光芒藏走 没有 真的 没有 他戏特好 我是知道 演配角其实是更难 很难 因为演的出彩 比演主角是更难的 但是他都做到 所以我觉得 不要浪费这样的人才 我觉得他应该是发光的 对 看中才久了 所以我希望他的光 也卸一卸我 哎呀 还好有你啊 你是我的贵人 真的 松松是大弯剧的 十级达人 真的好厉害 一海豪奇 你熟的吗 我 狗姑娘啊 神哥啊 我就天天看 还有狼飞法 就看得非常非常着迷 所以说到九姑娘和醒哥 有没有这种 一男平的感觉 太有了 我跟你讲 就是 这样 宝贝 宝贝 你到这来讲 你到这来讲 哇 你今天见到好多偶像 是 我有听他们的歌 我有看他们的剧 好幸福 然后你们当时 不是分开了三十年吗 就如果那三十年没有分开 虽然我知道这样的遗憾 再相聚是另一种感觉 就是他们分开这三十年 我就觉得是一男平 一男平 好想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 其实在中间很长一段戏份 是狗姑娘和醒哥是没有在一起的 直到最后的时候才短暂地在一起 所以呢 喜欢你们两个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遗憾 就是叫做一男平 那这样今天给你一个圆梦的机会 我请狗姑娘和醒哥唱一小段这个 这个红蝴蝶给你听好不好 哇 我要跳好 好啊 哇 好啊 哇 好啊 世界什么爱叫纯洁 你今远发振翅 红乌蝶 宝经挫折 伤口堂血都不知会磨灭 世界什么爱叫纯洁 主在传望迎你见 留守最美一喜 哪怕你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掉了 曾经露学爱的演员 曾经露学习纯洁 曾经露学习纯洁 谢谢 说吧 说出来 他听完之后说了一句 台湾去的人都很会保养 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剧粉 重点到底在哪里 就是没有 都是没有变 包括我看见阿萨阿娇他们 我就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个说法叫老神在在 看到请求CP的再一次的在线发展 本来想说会不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会不会有感觉时光流逝的感觉 可是突然看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 这种感觉就是很安心 时光就是被保留在那里好好的 我们的青春就是很好的在那里 哇 好棒 好感动啊我觉得 看到他们一起 我自己幻想他们在拍这个剧里面 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因为我知道拍剧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夜以继日 对 最长的时间是多少天没睡过 我很难说多少天 但是我记得太久没有可能不够睡了 对就抽筋 因为缺乏睡眠疲劳导致抽筋 也试过已经在拍肉给拍了 对手一直在讲话我就 一直睡 我记得那时候累的时候 我们躺在那个切上 然后切了中间不是有一绝是没有吗 对不对 两边做我们就会这样 就怎样睡了 我们也是裹着一个羽绒服 我就在地上睡了 真的我真的觉得是 就吃饭的时候 你在吃饭我就躺在那边睡 过道的地方啊 还是那个病床上面啊 就是哪里都有一个位置 我就躺下去了 太不容易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演技上的小小的互动 我们也跟两位老师 然后一起来请教一下好不好 好 好 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 就是请到了邓崔伦和李耀祥两位好的演员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小小的互动 帘子一拉开一一转头 就开始讲这句台词 台词只能说一二三 来表现气场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的角色 神秘的一二三 表演完了之后 我们要请安文姐和翔哥 不是说点评 就说说你们的感想 我们先来看这个片段 来 请看 是不是有那种压迫感了 你们不可以再说那么多的台词 就是说我锁三下 就是那个一二三 把那个气场表达出来 冯喜先来 我跟你讲 冯喜先来 因为后眼很难的 接不上 真的 你先来 我怎么敢的 加油 让我们看出你内心的台词 是的 是的 好 来 开始 一 二 三 你玩出了木头人的感觉 我都不敢动了 当时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当然喜欢你了 欣欣 好 下面松松来好不好 我们也好紧张 我们也好紧张 加油 加油 刚才冯喜已经演出了那个不同的递劲 下面我们看松松的演出 台词依然是一二三 来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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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 二 三 好吧 我都举手了 投降 他好的地方就是一跟二中间 其实他们的戏没有断 所以反而是更想知道 后面会怎样 有这个剃墙在 而且他有设计手部的小动作 抠舍表示我没有在意 但是你必须看我 对 这种小动作 是不是 这个鞋子很好 结果最后还有一个反转 是我的叉烧包 其实只是在等待 好 那下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挑战 也请我们阿文姐跟翔哥 来帮我们做一个评判 我们会给大家一句 大家在这个大弯剧当中 非常经典的台词 然后用我们的Vivo S12手机 现场创作一个配图 然后我们看看哪一组 更有想法 更有创意 来表达这句台词 台词就是 那做人呢 最重要就是开心啦 我们要请Ada 和祖儿来创作 好不好 分别拍 你们可以邀请你们的模特 在这个环境当中来创作 你想拍谁 我担言是跟我 纯耳 来 留一点眼泪也很像 哦 那给我一点时间 没问题 你会觉得在哪里 哦 我懂了 等我一下 你会这样 我记得 很重 我不能 你会这样 听闻 你会这样 试诺 听闻 你会这样 那我也是 好像眼神演了一整个故事 周元呢 最重要就是开心 有了 笑中带泪 好 谢谢你 厉害 有泪水眼睛里 搞到我都想哭 我明白 好 下面交给祖儿 祖儿来创作 你作为导演 你可以邀请你的模特 你找谁拍都可以 就 我就请翔哥来 可以跟我一起演吗 当然 我就希望你这一场戏 就是吃很多 很好吃 就是很久没有吃的菠萝包 然后吃到那个菠萝包的时候 就狼吞虎咽 狼吞虎咽 笑 笑一个 笑一个 很开心 好 好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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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你要喝点东西 念一念 好厉害 这么厉害的吗 这个环节 猪八街 这个我觉得评委就为难了 因为这其中有一位是参赛选手 我不凭我自己的那个 对 不凭自己是不是 好 那我们请那个阿文姐来说一下 这两张照片给你的感觉好吗 我觉得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比较文艺 在内心系比较多 是 就是她表达得非常好 但是你必须要 就是很有内心去看 但她那个比较浮夸的感觉 对 对 就一看可能这个画面 你才能感受到 比较直接 对 是两个不同的表现 方色 各自精彩 对 各自精彩 但是她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个照片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对不对 对 我刚刚还用这个 Vivo S12系列手机 记录下来了 它的影像全面出色 前置和后置像素都超高 可以用它来拍我们舞台上的 亿万精彩 是的 我们看到这个 Vivo S12系列手机 拍的这个照片 非常的清晰 可以直接拿来做杂质的封面 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 孙玉你觉得呢 拍的特别有质感 而且这个茶餐厅拍出来 就很赶包 复古 港风 写真 拿捏了 有趣了 有趣了 结果我觉得表演当中的细节 刚才大家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 那下面呢 我们要请翔哥 来跟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翔哥在最忙的时候 有的时候 同时在六部戏里面演出 我们帮他统计 他已经创造了可能将近两千个角色 有趣了 有趣了 因为最初的时候 就是角色的戏份不多 所以可以一天跑六组 跑龙涛小时 对 在电视台有六个戏我都要分 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 就是翔哥最近的一个作品的 一个小小的片段 其实我们很感动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帅气 好厉害 好厉害 跟我们说一下 你演的这个角色是个拳手是不是 对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喝肌肉 很辛苦 先要减肥 而且要锻炼 要举重那种 做很多运动 而且特别 我们是一边拍一边去锻炼 所以很辛苦 有时候拍到晚上两三点 回家也要做运动 对 最小要做半个小时 而且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 就是这个形象 或者是这场戏在剧中 其实只有 40秒吧 不是吧 对 就是那个抬上一分钟 一分钟都没有 对 40秒 你位置40秒练了多久 练成这样 两个多月吧 所以没有一个工作 是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 然后我们有一些集锦片段 是翔哥在这个戏中 各种被打的片段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别打 别打 别打 翔大哥 我们比翔大哥还厉害 5 5 6 7 7 8 看着都疼 好惨 好 其实我们当然知道拍戏 有拍戏的技巧 肯定不会说真的打我们的演员 对 但是其实在看到这个 特别是刚才有的那个镜头里面 眼睛都要演出那种充血的那种感觉 其实肯定还是辛苦的 那翔哥有没有什么这种拍爱打的戏的诀窍 真的没有 因为我觉得因为经验比较多 其实我们拍的时候也有很多前辈 其实我们都观察很多 所以就知道拍那个爱打的戏就是你 两方面去处理你就可以比较像 你打的时候反应是怎么样 你去搜索啊 什么绷紧啊那种 而且这个表情就配合你的角色就可以了 对啊 技巧也很重要 技巧也很大 技巧也很大 有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打得很狠 但是事实上镜头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 对 对但是这个都是要去研究的 那今天呢我们这种 可以说是三料最佳男主角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学一下怎么演这个戏好不好 好 没问题 先吃棍子啊 这是一个真棍子 那我拿错了 特别实在 我以为是真的呢很轻很轻 还一样 你们俩同事打我这儿 然后不要急 然后最后再打一下我的背 可以吧 我们就这样 好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事先一定要套好招 对 来预备 开始 开始 别说话 太棒了 词真的很好 你以后多拍这些戏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多多被打 多拍一些被打的戏 老师我想请问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演的角色不一样 其实被打的反应要不一样 当然啊 当然啊 刚才弟弟演的是好人 是不是 信者是比较强 强劲的那种好人 呦 老师我这我闷棍怎么样 对对对这个 棍打得很好 棍都打断了 对棍子不错 打得很好很松 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的道具做的不是很好 还好我们有另外一个道具 哇下面这个就厉害了 这是那种就是很痛很痛的上行 烙铁 对对对烙铁 小时候看古装剧的噩梦 是不是 那现在是坏人要来挨打了 好不好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坏人就是 在接受这些惩罚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其实看那个情节嘛我觉得有些坏人是不让你 啊 这是 我是好人啊这个 这是好人是吧 我是这个好人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有厉害的坏人啊 坏人很厉害的坏人你就不让人家看到你的反应嘛 你就忍住 不让他就 还有你演技里面还有那个恨意在里面 有一天我就反过来我 报仇 对报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种 所以要看你的心态 报仇 OK 了解了哈 好大概有一点点感觉 我们看弟弟演完我们猜他演的是什么 好啊好啊好不好 坏到什么程度 来准备 Action 从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了 好吧好吧 弟弟真的反应真的太好了我觉得 他拍这个戏应该很有经验 还有没有在学习中 对 太好了他演的 以后多拍这些戏 下面演示终极挨打棍子加烙铁 来围攻祥哥 累累打吧好不好 累累正好在祥哥后面 累累打祥哥然后前面有人附着烙铁好不好 来 来 就是 又打又烙 对对对 又打又烙哇难不复杂 是同时吗 同时 要不要我给你在旁边给你对戏着 你不要救我 你快走了 不要 我不走 那我来斜施拿好了 我现在控制住了九姑娘 这种这种福利我来 现在你的女人在我们的手上 哇 快走 我叫你走啊 我的棍子可没张眼睛 ату 小amaan 拨 小amaan 开开 irm 教授 还真的 太担好 教授 好 好 不要 ил 一 三 其实呢在刚才我们用很多玩的方式 在介绍很多我们其实感兴趣的演技的这个互动 但是好玩的背后呢 其实更多的我们看到是演员们 在各自的演艺生涯当中所付出的专业和敬业 确实呢创作是需要心血的 而表演更是需要实力 而荣誉和掌声呢 就会自然而然地镶嵌在敬业 这座奖杯的金边上 谢谢 再一次谢谢邓淳 谢谢李耀翔 谢谢 下载陶特APP 摇一摇金卷年货美食 全场九块九三件 提醒您稍后看点 松松你哭了 我很难有 没有 松松 做人啊 最重要就是开心啊 擦一分钟 听就要哈塞 第二句是什么 关你什么事啊 急了急了就是他们 你好星期六 首先合作伙伴陶特APP 摇一摇 竞选美食九块九三件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摇一摇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新风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陶特APP 下载陶特APP摇一摇 精选年货美食 全场九块九三件 好 刚才聊了很多的这个港剧 也吃了很多的港式茶餐厅的美食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还要聊一聊这个大湾区的歌曲 曾经有人说过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粤语歌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有一些朋友 带来自己心中的一些粤语歌 那么到底是谁会选择哪首歌 两边能不能猜对呢 又是什么样的缘分会打动你呢 我们一起进入下面的环节 叫做一人一首粤语歌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蔡老板这边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好不好 我以为是他们这边的 暴露了暴露了 我觉得何老师 首先排除阿萨 对 没有 这首也是我跟荣祖儿的歌 阿萨不要再演了 你刚才已经穿帮了阿萨 你说 何老师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个男生的唱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歌 我觉得对男孩子是有个特殊的情怀的 我觉得是Bridge 因为Bridge之前跟哥哥们一起有过 对 一端经历 其实我说一下我的直觉 我排除蔡少芬 冯喜 因为开场第一首歌 肯定是找一个唱得好的开场 本来我会怀疑TWINS 但因为阿萨一出来 就说我知道他们中间谁 就表示肯定不是他们 对吧 所以我们确定是布瑞金 我们已经确定了 来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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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好带念过去 成功到晚的日子 中有乐趣 不相信会存往 不跟到会躺躺 最美梦的竞争 你又片面吹吹 脣波的风雨里 不记得谁聚 所有故事曾经发生漂泊水里 风吹过以前吗 掌声已测还谁 让眼泪已带走远 秋水 所以步步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 为什么是我和他们有一样的友情 其实选这首歌的原因 就是有幸地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 是真正地认识了小春哥 智琳干爹 天华哥 还有小峰哥 还有汉文哥 他们从来不迟到 本子一过来的时候 非常认真的马上就这个样子 坐在这里 从不玩任何手机 从不在那里浪费多的时间 去做这样的东西 好激动 不激动 没有 因为 你说到哥哥们很激动 对不对 对 就突然也很想念他们 就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能够感受到那股一丝不苟 勤勤恳恳的那个感觉 在乎细节 在乎别人的感受 是的 然后把作品当作第一位的 就是这样 感受到他们的友情 对 好 下面看我们这个 最有气势的歌单了好不好 好 祝你们好运 好 来 这首是 谢谢 听太多次把歌词深入谷子里 《祝福》肯定就是女生的歌吧 怎麼可能是男生的 對不對 我覺得是譚雙韻 他剛才看的時候就流眼淚了 你看 松松 你哭了 我哪有 沒有 松松 做人 最重要就是開心 我覺得不要老是盯著女生 男生也非常有可能 我就很喜歡這首歌 剛剛何老師已經提醒你們了 就往男生裡面選一下 他都提醒你們了 我覺得他那個提醒不對頭 我們是不是同意覺得不是男生 對 我覺得不是男生 我投卓兒老師一票 我也投卓兒老師一票 但是我告訴你 榮竹兒 他是什麼歌的歌詞都記得很清楚 就是他骨子裡面沒有骨髓 全是歌詞 對 就是他什麼歌都能記得住 不會只有一首啊 你剛剛說的很對 我真的是聽了很多次 我是香港那個歌詞機 哎呀 我不知道 我們都覺得不像是竹兒 像是松松 好 那就是我們這一隊就是 谭松韻老師 對 好 來 谭松韻是不是這首歌的推薦人呢 來 音樂 請 來 音樂 請 字幕詞 和曲 李宗盛 有緣流傳 隨我家 我已心中潮水 一片遠遠遠 證還我已 但橫漆 始終走飄遠 啊 過去過去 多少次三月 今天 今天 隨著雲煙煎雨 天天渺雨 眉毛雨絲飄斷 潮潮的風 就我衝生 祝福一泉 啊 山一泥 祝福永霸裂 慶兵點票 沉迷惡天 露雨 借打了雨 流送西天 天溺烈 百合情風 掌聲重生 祝福千全 好聽 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首非常優雅 然後又非常美好的歌曲 而且帶著很濃很濃很濃的祝福的意味 而且我自己還有一個小小的遭遇 就是當年在歌手的 總決賽的主持的時候 我犯了一個很不應該犯的錯誤 就是我在介紹她的名字的時候 把她的英文名字 Sally念成了Lisa 後來呢她特別可愛的是 在微博自己寫了Sally 然後說何先生 我叫Sally不是Lisa呀 特別可愛的跟我喊話 然後我還去轉發這個微博 再跟她道歉 我是覺得好不應該 為什麼 明明那麼在意的人 你卻不小心 因為自己的不專業不敬業去 造成這樣的疏忽 是對自己來講 對對方來講 都是一個遺憾 所以這個歌真的是刻在骨子裡面的 我看見你是閉著眼睛來享受的 對對對 好 下面要猜你們了 看看這個歌單 對 冯喜很像 今天穿的也很像 但她買的第一張專輯應該不至於 對 很這麼老 因為到她們這個年紀 已經基本上都是數字專輯 或者CD了對不對 磁帶 跳舞街還是磁帶對不對 磁帶 這位少女很肯定 磁帶 對 哪個少女 這位少女 阿嫂嗎 對 是磁帶啊 不是磁帶嗎 但是她那麼肯定 所以我覺得 她就是那種 有嫌疑的人 那個 差一分鐘聽到 第二句是什麼 關你什麼事啊 急了 就是她們 我們投票了好不好 覺得這首歌是 阿嬌的請舉手 一票 兩票 三票 覺得是阿薩的請舉手 三票 最後我們確定是阿薩 好 來看看到底是誰推薦了這首歌呢 音樂 請 我在 我在KTV跟她唱過 周杰 Ala 跳一分鐘 盡就黑曬 無血好 急於趕快成敗 光音耗鼻 承電飛快 想開心應該去街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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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一次再遥远 世间定在团 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一次再遥远 一切在团 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一次再遥远 世间定在团 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一次再遥远 一切在团 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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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因為我每一次去KTV 我都會唱這首歌 我都陪她唱 然後有時候我們演唱會要開嗓 我們都會唱 都會用這首歌 對 而且我就是 那時候是小學二年級 對 我好喜歡陳慧賢 妳已經有錢買了 沒有 就是紅包 過年的 壓歲錢 對 就拿來買她的磁袋 對 是我人生的第一個磁袋 其實我今天想給我兩個好朋友一個禁喜 我今天早上牙都沒有刷 我就寫了一封信 給她們兩位 親愛的傻跟嬌 還記得我第一次跟傻見面 是在適應的地方 跟嬌的見面 是一起過來跟我一起慶祝生日 那是我們三個第一次聚在一起 沒想到這一句 我們就聚了二十二年了 我覺得因為我們是彼此的開心果 難過的時候一起過 開心的時候更要一起過 二十二年前我跟你們說 就當來自己家 我們成為了彼此的家人 未來我們也會一起看著彼此陪著你走 因為 是朋友呀 有點感動 有點感動 我愛你 我愛你 羨慕這樣的友情 羨慕這樣的友情 尤其是二十多年可以一直這樣下去 然後我覺得 就是朋友其實就是自己選擇的家人 所以真的很動容 謝謝 我們也祝福大家都像PASS和祖兒一樣 擁有這樣可以陪伴自己走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更多年的朋友 其實只要有人陪著你 就是幸福的 雖然我們的人生會有很多不同的路口 那麼當時有可能陪你走過那個路口的人 走過那個風景的人 轉個彎可能就不得不告別 但是我們永遠都會記得那一首一起唱的歌 那些一起經過的時光 更重要的是只要是陪伴過彼此的朋友 我們在生命當中就會給他留一個最重要的位置 不會抹去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祖兒和TWINS 我們帶來這首《朋友》 繁星 流動 和你同流 從不相識 開始心接近 默默以珍慈待人 人生如夢 朋友如夢 我們在生命當中 人生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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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了我 我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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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還難絕望裡 人生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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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退半步 正是你 我為了你 遙遙萬空 天天 星光 色色上話 你我哪怕見極痛悶 反而入紅 無機靈 我悲避快樂 讓我丟害心的孤單 當然是誰明白我 前同两手 一起开心 一起地上 每次不丹 总不愤怒 爱你 你为了我 我为了你 功夫患患 绝望里 跟上你手 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星期六首期合作伙伴陶特APP 摇一摇竞选美食 9块93件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新丰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 自然出众 下载淘特APP 摇一摇 精卷年货美食 全程9块93件 提醒您下期看点 你好星期六 春节等你来嗨 何老师和青春见习班 好六团 带你一起玩转新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星期六的菜名 百变春满 角色同框 重温经典记忆 27个皮肤 哎呀我天 哎真大级的 全新创意挑战 惊喜来袭 烧花鸭烧突鸡烧紫 青棱八宝 就像你让鸭 在报菜名嘛 这个才叫报菜名 啊 啊 啊 D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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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新春精致大赛 谁能拔得头筹 小王 你怎么又胖了 吃你们家大米了吗 吃你们家五花肉了吗 胖挡你们家 WiFi信号了吗 好凶啊 他把我想说都说了 为什么 星期六的预可为 分享私藏新年歌单 全新改编歌曲 带来试听盛宴 嗨唱考验 谁能稳稳拿捏住 音乐节拍 啊 啊 啊 这是一个老门人同位 他上网着卡路里 拜拜 猴猴 猴猴 我们要 星期六的成丽萌 带着零零后浪团来了 零零后浪 春节印象知多少 前浪前辈 快来进群聊一聊 年夜饭会在哪里吃 中午在家点外卖 我过年的时候也点外卖 因为我妈妈做法实在是太难吃了 你有想过我们家过年的时候点的是丫鬟吗 每周六晚八点十分 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 你好星期六 首先合作伙伴陶特APP摇一摇 精选美食九块九三件 以上就是由Vivo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 全面出色自然出众 那除了回忆满满之外 大家身上那种敬业的态度 和奋斗拼搏的满满的精神 也让我们特别感动 相信有了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马上就要到新年了 在和你的家人和朋友团聚的同时 不要忘了收看我们的 你好星期六 我们的口号是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那么下个星期六 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那就下周六再见啦 拜拜 拜拜